在北韓呢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说 年轻喝过洋墨水的金正恩接班之后 北韩会有新的气象 国际间甚至也希望北韩能够重新的跟国际社会往来 但没有想到金正恩这回宣战 则是令国际都傻眼 2010年10月 全世界驻北京记者突然接到通知 北韩开放采访 美国三大电视网CNN 英国BBC日本NHK 阿拉伯半导电视台中国央视 仅百位的记者立刻打包 中篇记者戴绿胡启仁 是唯一获得签证的台湾记者 飞机上的北韩歌曲慷慨激昂 报纸是全版金正恩照片 皇太子即将登机千载难逢的机会 到了平壤机场空荡荡的 难得这么多外国人到北韩 30辆比亚迪新车迎接贵客 那是金正日的生日礼物 平常只可以大观做 上车前没收手机禁止通信 五六个记者配一名外交官 是翻译与监控 你不认为韩国人的认识 不认为韩国人的认识 其实你可能会有些 不认识和强调的印象 不认识和强调的印象 不认识 其实我在英国 我看到了一些新闻 CNN和BBC和其他 其实我来到这里 我能听到 radio 和其他一些 我完全不能辞讨 但有些事情是不认识 第二天一早金日成廣場閱兵彩排 女兵英姿煞然 男丁雄壯威武 踢正步踢得天搖地動 連攝影機都架不穩 北韓刻意亮劍 第一次向全世界近距離展示武力 進到這個廣場來採訪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 我們可以看到媒體記者 每一個人左手的手背上 都帶有一個藍色的背章 另外進到這個廣場來 我們也需要出示邀請函 這個前面寫的是慶祝65周年黨慶的邀請 而後面它是用韓文寫著一個 台灣中天電視台 北韓直政黨勞動黨65周年黨慶大閱兵 15萬人把廣場集的水泄不同 向最高領導人 永遠的總書記 偉大的金正日致敬 男女老幼邊唱邊哭 激動啊 金正日舉手敬禮 他最寵愛的接班人 金正恩站在最左邊 看起來還有點聲色 中間那個元帥 少主繼位後 就把他撤職查辦了 黨慶晚會聲勢更是驚人 太太小姐哭到妝都花了 少主就要帶領我們邁向世界強國 金氏王朝後繼有人太感動了 史無千利的全球開放閱兵晚會 通通可以拍 還能上街拍攝朝鮮百姓過日子 你看我們的電車人潮洶湧 大家都不開車很少車禍 漂亮的交通女警幾乎沒事做 你看我們的人民富裕健康飲食均衡 完全沒有胖子 你看我們的攤子 永遠都有熱騰騰的大餅和烤雞 根本不需要麥當勞 不行 歐元就可以 你懂嗎 對 歐元 你懂嗎 這個深粉紅青紫色的是金日成花 還有這個紅色的花是金正兒花 金日成花它早上聞起來它特別的香 是 在北韓連金日成花都特別香 當時所有人都認為 年輕喝過羊墨水的金正恩接班 北韓會有新氣象 真的 看到金正恩抱著小孩 帶著懷孕的太太跟米老鼠 和小熊維尼同樂 全世界都以為 北韓會改 會更溫和 會更融入 會更融入 國際社會 所以沒想到短短兩年半 當初那個胖胖的 笑起來很可愛的金正恩 會變成這樣